大家好,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是一金 创业者不可错过 一金教你的三大成功的法宝 快速拥有人生的财富 在人生的真诚中追逐成功的脚步 仿佛是无尽的循环 每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个体都在探索着成功的奥秘 成功是一座高峰 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渴望攀登 而成功的标准却因人而异 有人将其视作为地位的象征 有人将其寄托于荣誉 还有人将其定义为财富和权利的积累 然而当我们深入思考 当我们追溯成功人的足迹 或许可以发现一个共同之处 那就是建功立业这四个检验的字 运行了成功的真理 正如古往今来英勇豪杰所追求的最终的理想 在此我们将解读一金中的钱挂 揭示了成功的三大历绝 从学习的励志的起始阶段 到选择平台和结交贵人的关键的阶段 再到自律和置信的巩固阶段 每一步都是通往成功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深入的解析 我们能够更清晰的认识到成功不是偶然 而是一个系统有序的过程 成功男人的标准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是地位 有人说是荣誉 还有人认为是财富和权利 然而归根结底 这些看似复杂的标准 其实可以用四个简验的字来概括 那就是建功立业 古往今来 许多英勇豪杰的终极的理想 都是通过立下功绩来成就事业 但建功立业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毕竟千百年来成大事者遥遥无几 而失败者和平庸者则比比皆是 尽管成功者总是少数 但意识中却有一句言 天行剑君子以志强不息 这句话几千年来一直激励着 无数的寒门之士奋发出下 历史也向人们证明 即使是乞丐也有可能成就一番大业 正如明太主朱元璋一样 因此一个人能否成功 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背景和人脉 成功并非是纯粹靠运气 而易境中的潜挂中 隐藏着成功的三大的秘诀 潜挂被广泛的解读为 事物从起始到繁荣的过程 可以视作为一个人创业的阶段 在潜挂中又要分别对应着 人的学习和励志的初始阶段 无论一个人是出生平安 还是锦衣玉士 都需要经历学习和励志的过程 人之所以会有理想和抱负 是因为通过学习看到了不一样的未来 这是创业的基石 然而创业并非是这一阶段的开始 而是从921号开始 921号象征着一个人选择平台和结交贵人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 一个人需要具备辨别能力 因为赏识你的人 不一定是真正的贵人 有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 922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社会经验和辨别能力 这是除了学习和才华之外 最需要具备的数字 很多人在这个阶段选择了错误 走入了歧途 反而仗送了自己的前途 成功的过程在进入931号后正式开始 931号的药石是 君子终日浅浅 心辟弱力无救 这个阶段需要全身性的投入和时刻的警惕 创业者不能因为事业的稍有起色就自满 需要时刻的保持警惕和前进的状态 931号要求创业者保持自律和置信 这是继续发展的关键 到了9次药已经是小有所成 但并非最后的成功 9次药的药词是 或月载冤无救这个阶段需要守夜 局面已经开创 但需要将局面稳定并保持下来 才能够奢求飞龙在天的工业 从9次开始到上9 基本上都是在讲如何的守夜 如何工程生退 而初九到九三讲的 则是成功的三个关键 学习和励志是成功的第一步 在竞争激烈的创业领域 不断的更新知识 提升技能 是创业者不可或缺的数字 成功的创业者 时刻要保持对新事物的敏感度 通过学习不断的扩展自己的视力 立志则是激发内在的动力的关键 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 积极的心态和强大的意志力 能够驱使创业者持之以恒 坚定的前行 选择平台和结交贵人 是成功的第二步 在商业社会中 合适的平台和有力的人脉 是事业成功的重要的支撑 创业者需要擅长辨别各种商机和平台 选择平台和结交贵人 是成功的第二步 在商业社会中 合适的平台和有能力的人脉 是事业成功的重要的支撑 创业者需要辨别各种商机和平台 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同时结交贵人 能够成为创业者提供关键的资源和支持 帮助其更加迅速稳健的发展事业 辨别平台和结交贵人的能力 关系到创业者事业发展的长远 自律和自信是成功的第三步 创业之路充满了曲折和风险 需要创业者保持高度的自律性 自律不代表在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还包括对自己设立明确的目标 和执行计划的能力 同时执行是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 创业者需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敢于冒险 承荣应对挑战 自律和自信相辅相成 是创业者在波澜壮阔的创业海洋中 稳健的前进的基石 学习和励志 选择平台和结交贵人 自律和自信这三个关键步骤 相互的交织 选择 构成了创业成功的重要的支柱 创业者应该时刻的审视自己的 这三个方面的表现 不断的优化自身的素质 以确保在创业的道路上 能够稳健的前行 最终迈向事业的辉煌的巅峰 在这个三个关键步骤 不仅是成功的基石 更是创业者在激烈市场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 在成功的征途上 我们时常迷失在各种复杂的标准和定义中 然而一斤中的前卦 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晰的难途 为建功立业指明的方向 学习和励志 选择平台和结交贵人 视力和置信 这三大秘诀不仅是一份成功的难途 更是成功者攀登巅峰的必备的工具 成功不是一处而就的瞬间 而是在于每一个选择 每一次努力逐渐凝聚 正如上面所说 九字要标志的已经小有成就 但并非最后的成功 因此正在守夜的时候 十夜需要耐心和坚持 需要是对成功的深刻的理解和努力 只有在坚持中守住成果 才能望飞龙带天 在这个辅照的社会 每个人都渴望成功 而一斤中的智慧 则为我们提供了一技良方 建功立业不仅是成功的标准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希望每一个追梦者 都在这里吸取力量 攀登成功的巅峰 无论何时何地 建功立业的力量 都将指引我们前进 不断地超越自我 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 或者是想法 请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